啊 银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乐荣 现在要访问的是 sd 5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sd 5 我是团长 stephen 我是小杰 我是延剑 我是齐磊 我是江南 对今天 sd 5 很高兴来到银河网络带来我们的作品 同名专辑 欢迎你们 谢谢 我们来自内地的大男生对不对 嗯 我们还是要一一再多认识一下 首先是居中的是团长 对大家好我是团长 stephen stephen 这个名字是以前就取好了 还是组团以后 其实 stephen 是我从小的英文名 对因为我上国小时候的 第一个英语老师给我取的名字 所以应该今天 所以是国小一年级就教英文吗 嗯一年级 哇我们这边是比较后面才学的 除非是你可能从幼稚园 特别是送去什么双语的故事 因为其实上海的一些比方讲 我们的叫做九年制的义务教育 他是抓的还是蛮严的 了解 嗯 这个好像算是个会念书的人吗 我 是吗 算是一个会念书的人 也别谦虚了吧 好像拥有双学位 对因为我已经拿了一张金融的一张学士学尾 但是因为有现在的工作关系 另外四年制的那个英文 现在还有最后一年没有修完 就暂时先从事演艺工作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又是金融又是英语 将来好像感觉应该做MBA之类的吧 嗯 从小父母对我的期许应该也是往比方讲去做一个商人啊 或者是比方讲可以进银行 或者是有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发展 去炒股啊 或者是 对对对对 对其实我对自己对一些金融啊股票啊债券这东西还是蛮蛮有研究 是但是因为从小还是有怀车的一个演绎的梦想 所以有机会然后可以大家走在一起组一个团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握机会 毕竟年轻嘛 嗯 因为我觉得过了这几年 可能没有再很多机会再去那时候再去银行就行了 对 哈哈哈 旁边这位是 是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杰 杰是因为名字里有一个杰吗 对其实我本姓圆 草草圆的圆 哦圆杰 对其实我叫圆杰 也蛮酷的耶 因为那个姓还蛮少的 是是是 嗯 叫圆杰 有兄弟吗 没有哎 就是圆杰 现在有四个 现在有四个 现在多了四个 我觉得他的亲兄弟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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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 姓圆的会取名叫圆来吗 不会 因为我还 其实我 我爷爷之前又想起圆帅 叫圆帅什么之类的 哦圆帅 他也说出很耳 但是但是我妈妈想说圆帅是 太大害怕我称不起来 是是是是这个名字 其实中国人的姓名学 不会考虑这种 对对对对对 考虑然后想说就叫圆杰 想要可以做一个杰触的人 圆帅 而且会被人家有点会笑吧 对小朋友会笑 对对对对对 但是大圆帅来了 帅什么之类的 对对 原来不帅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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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这个同时 哈哈哈 有点狠这样子 所以是小杰好像专长是 对对我是从 其实我是河南人 嗯我九岁 然后考到上海 戏剧学院舞蹈学院 舞蹈学校 嗯九岁 九岁 所以那时候就移到上海去 对就一个人在上海上去读书 这样子跳中国舞 中国舞 对是怎么样 哈哈哈 中国舞是怎么样 就是包括古 就是包括古典啊 民间 现代 芭蕾 所以你要拿一个什么仙桃在那边 仙桃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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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彩带啊 有有 那是明那是民族 民族 就民族就是各个少数民族都舞蹈 对然后包括现在现代舞以及芭蕾舞 都是你什么都会跳 除了 呃 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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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标舞不会 ok 对除了国标因为没有学过国标 嗯嗯然后大学现在 之前是大三现在还没毕业 可是感觉小杰为什么有一点点脱背 可能比较高 比较瘦 因为跳舞的人不是应该都 都会很挺 就会站得很挺很直 因为之前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外八字这样走路 然后每个人都会很挺的这样走出来 结果会被人家 对 就会说你转什么转 就很奇怪 所以就慢慢慢慢 会这样被打吗 不会被打了 只会被人说 所以你们就稍微比较 收敛 连走路会专门注意一点 会稍微正常一点 会比较内八 女生也会这样吗 女生也会外八 因为我们听说要拉筋 所以你可以这样跳起来 凌空的 凌空害怕会受伤 你知道会受伤 会受内伤 这样掉下来 所以你是这个团里面主要负责 其实不是跳舞的吗 主要就是帮帮助大家 应该应该就是跳舞 最强的感觉是他 帮大家记舞步这样 对那你觉得其他人跳的谁最好 他最好 都有努力吧 都有努力 可谁最谁你觉得最有跳舞的天分 嗯 颜介吧 真的吗 他他他脸上露出一种 颜介其实还蛮有舞蹈天分的 对对对对对 他的控制很棒 嗯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 颜介 你不会是姓颜吧 不是不是一开始 这是艺名啊 就是艺名 原本我叫黄健 那个口香糖的名字 对黄健口香糖 真的还假的 射箭的箭 没有箭是健康的箭 因为我父母其实想让我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 就可以了 但是到公司之后公司觉得这个名字太普遍了 就比如说在大街上黄健全部举手了 对 在大陆有这么多吗 还蛮多的 这挺多的 对对 黄健 黄健 黄健比较多 对对对 然后公司就帮我取了个叫颜介 一开始那个颜是两个火的那个颜 颜热的颜 是是是是 但是公司可能后面算了一下 你不适合火 对 火在我那个命里不太就比较有点刻我 然后我就想就改这个颜吧 那你就不能选代表色是红色 对对对对对对 你不能选对对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出过之后 然后去问了一下哦然后以后就是公公司说 以后就红色还有火就跟你没关系了 但你今天穿的衣服上有红色 没有是粉红粉红 因为因为因为颜介的就本科是艺术 对艺术 所以其实对每一东西也是很很讲究的 对因为是从小学画画嘛 嗯嗯 其实我画画还有还有个来头 就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老师说你要选一个什么东西去学 学一下报兴趣小组这样 然后我就说实在选不出来可不可以不要选 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说你一定要给我选 我要完成我的指标是 然后就说啊那好吧就学了 我就有就有这样摸就随便摸了一个画画 然后去上了第一堂课画了一条线 那个老师说哎 这很有灵气 对那你就去学吧 这一条线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继续去学画画这样 所以你现在最擅长的是哪一种材材料 素描是素描 对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素描 因为我拿到铅笔的时候 你不喜欢水彩油画 你不喜欢水彩油画 其实还好 只是画而已 你最喜欢素描 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素描 因为我觉得素描的光影能表现一个人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有曾经帮其他的团员画过 没有 有画过 你不喜欢画肖像 嗯 我喜欢画肖像 但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一般都是练舞什么的 他很快画过那种卡红小的一些 比较Q版的那种 你也会画漫画类的 还好 Q版其实还好 我比较喜欢画素描 是比较正经的 对 就是希腊人头那种 对对 就是一座坐下来 还有一些苹果跟橘子的那种 大胃 对大胃 你真的喜欢画那种吗 因为我很讨厌画那种 我每次都 拜在素描的第一堂课就是要叫我们去画那一个 因为要做很久 那个人头 因为要做很久 其实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 就是打完一场篮球之后 静静心下来画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的话 我就是最开心的 你为什么要强调要先打篮球 没有因为我可以运动完之后 就是用很放松的心态去完成一幅画 我觉得会非常的开心 就是动静皆宜就对了 其实也不算动静皆宜 就是一个剧烈的事情做完 再做一件自己很喜欢很舒服的事情 会比较开心一点 OK 对 好 这是我们的延界是艺术系设计系的 好 后排的哪一位帅哥先讲 我是齐磊 大家好我是齐磊 是 来自福建 齐磊看起来比较野性 所以你被分配到要染头发吗 他 还是你本来就有染 自己会比较喜欢这样 我觉得 之前我很长头发 多长 之前到这边 到肩膀 很长的 之前是比较暗的颜色 比较暗的 那我觉得说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的变化 然后平时不可能会去染这么浅的颜色 是 有机会反正 因为在台上 这个头发可以尝试 你看我就猜的没错 其实也是狮子座的 哈哈哈 我感觉你有一种 想要表现什么的欲望 对 是 从小就有 还是到某一个年纪越来越发展出 应该算吧 从小比较调皮 比较调皮 比较调皮 邻居都 受不了你 都知道 你有受不了你了 哈哈哈 就做很多调皮的事情 所以说像奶奶家 外婆家 都留下了很多 光阳外学籍 所以他们现在就看到我记得我 小时候做过很多 是记得你还是在骂你 哈哈哈 他就是骂我 他就觉得小孩子 他就觉得小孩子很调皮 那长大的 觉得那时候是小孩子很调皮 都已经讲到这样 不如讲出来 到底你做了哪一件事 哈哈哈 我 最最狠的是什么 最狠的是啊 最狠的是家里 过年的时候他们 在在客厅里头 在打麻将 你就在屋顶 我在屋顶 折飞机 然后 折飞机火烧飞下去 你看我就觉得跟 因为跟火有关 哈哈哈 一楼 一楼平时因为在阳台 我经常会把东西丢下去 因为每次东西丢下去 下面那个 那个婆婆就会大喊大叫 你很喜欢听她叫 哈哈哈 我感觉 你有这种潜在的欲望 哈哈 哈哈 就放枪在他的窗里 看着就着起来 哇 走起来过了一波 那婆婆就叫得更大声 更凄厉了 就听见有人在敲门 敲门就已经 他们就冲上来 所以你客气 因为他平时就喜欢叫 他一上来就开始 叽叽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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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大喊大喊 他应该忙着去救火吧 哈哈哈 他先跑上你们家干嘛 他也没有了 他也没有了 我本来就是应该打电话吧 哈哈哈 叫那个你们叫消防队吗 对 消防队 对 今天小时候吗 小时候 这长大都有干什么 做监犯法的事儿 那没有 真的吗 是 真的吗 没有 这个我们可以替他 我们都没有前科 哈哈哈 可是应该有伤很多女孩子的心吧 可是应该有伤很多女孩子的心吧 其实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也没有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哈哈哈 我觉得你是冷面孝将欸 你讲起话也也蛮毒的 对 对 他可以在场边就突然戳穿很多事情 没有 刚刚看完小琴真的没有 所以奇蕾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脱团 哈哈哈 成为独立发展的巨星 这些话说出来了 哈哈哈 现在没有想过这个 我之前 其实之前也一直都是学艺术的 所以 奇蕾念的是什么 最初的时候学设计的 嗯 然后后来接触到造型啊 嗯 然后最后结束 我是最后 嗯 找到最喜欢的是戏剧方面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 他一直过来都是戏剧 嗯 但一个很好的机会 成为了这个团体 嗯 就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很久嘛 干嘛说一直 你才刚开始吧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圈子 是 因为之前可能是在演绎的那一方面 那现在是升级成为一个艺 嗯 我觉得要求的各方面会更多更细致 嗯 比那个更多很多的东西 压力更大了 对 嗯 嗯 必定以前是学生嘛 是 现在要出来面对大众 面对市场 面对传媒 对对 然后这是齐磊 OK OK 对